Hello,大家好,我是Amy,我又回来了 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只关注做国内的那个项目 我现在的几个因为网站还在运行着 并没有把它们关闭 但是我的重心是只放在那个中文内容的创作上 因为我发就随着我不断的创作 我发现国内还是大有可谓的 就是它的市场和潜力是巨大无比的 说是消费降级,全民消费下降 但是还是要看你做什么样的创业项目 我觉得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经济不好的创业项目 经济好的时候有经济好的创业项目 我自己当然还在摸索中 我本身还是个学徒 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 我发现就是在国内的话 它的前景还是很光明的 有太多的项目可以做了 之前在荷兰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 我过得真的很开心 但是我发现创业项目好像感觉有点受限 再加上我不会荷兰语 好多东西我要看它的法律条文 看它的公司的那种规章制度 或者是说去参加一些会议 好多还是荷兰语 就是失去很多机会 就是语言的障碍 这点我要和大家说如果去其他非英语的一些国外的话 最好学当地语言 如果你要在当地创业的话 这些我在荷兰说 就碰到一个就是也是 他也是伊拉姆士 但是他是管理学院的 他毕业的 他的导师做一个董事会成员 他自己和他另外一个同伴 他们两个人 然后在做了一个办公室 当时还让我看他们的办公室 然后给我介绍他们做的东西 介绍得特别详细 因为当时我在做软件嘛 然后他就做的东西也是和软件 但是和大数据相关的 就是Moscent Loaning那块相关的东西 他给他的客户做一些数据模型之类的 还挺有客户的 然后当然他荷兰语还是挺溜的 然后他也给我发了他就是做一些PPT 现在大家都不太聊PPT了 那PPT他那个演讲 他都是我荷兰语 因为他客户都是荷兰语 所以即便就是在荷兰 荷兰人几乎都会说很流利的英语没错 但是如果你在荷兰做当地的生意的话 创业的话 你最好还是会荷兰语 并且不仅会还需要比较流利的 可以表达出你的创业想法什么的 这些我都不具备 当然我也不后悔我为什么在荷兰 待了七八年没有就花了功夫去学习荷兰语 如果花了功夫去学习荷兰语的话也不是特别难 因为他和英语很像 我不想学习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好像表达过 因为我觉得我的英语也不怎么样 然后再学一个和英语差不多的语言就会把我的英语变得越来越糟 这也是我和就是我为了好几个就是我采访了好几个其他国家的朋友 他们也是说他们来荷兰之后自从开始说荷兰语学荷兰语之后发现 因为他们的母语也不是因为 最后发现 幽语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就是有时候幽语里面加的那个荷兰词 甚至都没有意思 都分不清了 就像我在讲普通话的时候 有时候会加上我的那个安徽话一样 因为我也分不清 我说的是普通话还是我家乡话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普通话这么糟糕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 我做不了分别了 就没有达到那个能力 因为我想做一个事业流浪 而不是做一个荷兰的流浪 所以我觉得英语还是我想要重点 就是训练的就想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更地道一些 然后至少可以让我走遍全世界很多很多国家 对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学习荷兰语里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在荷兰那个地方 总会有那个 创业肺温人都很有想法 真的很有想法 非常creative 非常有创造力 但是呢 还是感觉那个劲不够大 我说那个劲不够大 就是那个人的那个 还是有点 呃 怎么讲呢 拼搏力不够吧 我这样讲我也说不好 呃 做而言之就是 呃 没有 在荷兰坚持我的那个公司创业 我也把我的公司促销了 我现在呢 是要专注在国内做创业的话 那么就是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一定要转化成完整的转化成一个中式思维 我好不容易就是出国之后 呃 建立起来了一个呃 英语式的思维 就是我做东西 做项目 讲事情看出思考问题 全都是英识思维 包括我 就是拿着笔在纸上写一些草稿写一些思路 全都是英语在呃 写东西也是英文的 思考方式也是英文的 脑子就是在默念呢 也是一种英文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不适合在做国内的市场 尤其是我国内会接触一些国内客户也好什么的 呃 不适合很便宜 这也是我过去我体体体会到的 呃 先破在地 然后入乡随俗不断修行 这几个关键词 呃 我目前目前的重点是做中文短视频 呃 播放量是不错的 如果播放量很低的话 或者是说我还没有找到他的点的话 我肯定就做了几个月之后 我就把它做做做成一个实验嘛 就看行不行 如果是真的很糟糕的话 我就放弃了 但是发现还可以 所以我坚持了现在三个月的实验了 啊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呃 当然其实好像还没有好到 我在写英文文章的时候 然后做英文内容的时候 好像更加得心应用手 但是呢 我考虑到国内那么大的市场 呃 看周围视频的这么多 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了 其实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开 我所谓的那种知识分子那种 知识分子那种身份 如果真的想要做得更好的话 就是我必须要 干嘛 先破再立 呃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就是现代艺术三幻年 这本书完了 大概五天的时间看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 他作者也是中文 然后是陈丹青推荐的 我花了五天的时间看啊 非常非常大的一本书 他的原版就是中文 然后作者他人是好像暂时住在美国 但是他是中文 他写的是他写的就是中文写的 非常好 看完这本书之后 就经常把那个古典艺术 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 整个历程搞搞清楚 然后也会非常有效的包容 我能理解这些艺术 呃 这个会单独对一个视频 呃 我为什么拿这本书呢 这本书就是说 他之前就提到过 说现代艺术 他就是打破了古典艺术 那种写实的风格 那种装弄静目 装重静目的美感 呃 他创立了一种 就是这样 自由抽象的那种 绘画风格和艺术 而当代艺术呢 又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一个阶段 呃 很妙的 就是人心在改变 艺术创作也随着这个人心的改变 改变 艺术创作其实就是反映了那个人心的改变 下面我就要讲我的这个心态改变的一个历程 我刚回国的时候 就是我二哥 我刚回国是到了重庆嘛 在我二哥那里住的 我二哥他当时 他给了我一本 泰国民族 但是是中文一本 当时我看了很费劲 因为我真的过去好多年也习惯了看那个英文的那种书籍 英文版本 几乎没有看过外国的民族的中文译本 看了都是原版 英文版 或者说法国都这样写的法文呢 也是英文译本 就是没有中文译本了 我将近大概有十年没有看过中文书 就是我的中文词汇量怎么说呢 比我的英文词汇量还要差很多 我阅读中文书籍的那种速度和质量 也是比阅读英文书籍要糟糕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看上给我的那几本书 然后我是 面面墙墙墙看完了 但是看完之后不知道看了啥 就没有深入去理解它 看了很难受 其实是自己的心态 也是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我偏好这种英文书籍的语读这个心态 其实一直持续到现在 还有将来 我无论一辈子 我在地球上的这一生 但是就如我所说的 就是我的作业现在是创业 不是个人喜好 就是为了能够积累更多的 因为中文语句吧 就是我最近这些天 买了很多很多的作文书籍 给大家看一下 有很多就是 甚至一些外国民族的 作文译本 这是我之前 头来就没想过 我会看购标双买了 然后当然也有些作文的译本 尤其是作文译本 它比原版要便宜很多很多 甚至便宜到10% 20% 大了越多作文译本的坏处 就是说 不能够很好的理解 原版是有出入的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学会忽略这些问题 只要能够帮助我用中文来讲解一个东西 来做一些中文内容的东西 我应该都需要接纳 就像那个禅宗的那种 无分别的思想 可笑的是 如果我不是因为最近大量的阅读这些中文书籍 我还不知道就是禅宗的无分别的思想 这种就是中文表达方式了 甚至于我连冥想这个词 我都不知道是叫冥想 因为我之前只知道meditation 而我不知道一个冥想 我对不上就这意思 然后我现在也终于对上了 有的时候你会看我是很白痴的 就像小学生的 甚至于我爸也这么说 我说我的脑袋瓜子还不如一个 就是没有读过书的一个农村妇女一样 这是我爸对我的评价 他一直是这么艰辛的 说的时间长了 我都相信自己了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做辩论 因为我确实有时候就真的很白痴的 不是有时候是很多时候都很白痴的 我每次就是和国内的聊冥想 或者聊一些其他一些经济上的东西 或者聊一些文化内的东西 或者就是聊天 我都表达不出来 你说这不就是明显的 就是连个小学生的水平都 我还没有就是我哥的小孩 他的这个表达流利呢 这个我完全能够接受 对我的这种访练 因为确实是 我就随着就是想法很多 但是我的口头表达不行 所以我又写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做诸位视频 我是自己先提前写好 然后用一个身体来读那些东西 如果让我先这样也要对着镜头去讲的话 我会表达很不清楚 再加上我不标准的普通话 我会大大把我这个视频大打折扣 之所以如果你能够 现在还看到我这个视频 一直看到现在 没有因为我的不标准的普通话 或者是乱糟糟的思绪 能够坚持到现在 只能说就是你 是我重视的粉丝 还肯定我 就是我很感谢 包括这也是为什么我会 时不时的在这个 YouTube上面 作为YouTube这个频道上面 会发一些我的更新 我最近的更新 就是其实是不是给新朋友的 是给旧朋友 是给那些 就是你们一直支持我的人 越替我唠叨的人 对 我真的很感激 希望我创业能够成功 然后也希望成功之后 做一个更加有用的人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刚回到上海上班的时候 我们每天早晨 会有一个很短暂的一个媒体 就做软件开发 应该知道 每天早晨有一个 就是要讲 你昨天是干了什么 然后现在要做什么 或者是然后明天要干什么 然后现在出现了困难什么 就做一个很小的一个陈述吧 那个时候 就是英文思维非常严重 我各位都听不懂我的同伴 他们讲的是中文 我就是听不明白 他们在讲什么 因为他很多技术若语 是中文讲的 我之前没有这些词汇料了 所以各位搞不清楚 那个时候真的 转得很难受很难受 我呢就是这样 就是不中不息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连些基本的一些 数研 一些词汇料都不够 甚至还没有达到一个 读书的一个 一个人的一个水平一样 就怎么看 也不像是读过书的 更不要说 还读过博士的 就是水平很低的一个人 这也验证了 我之前说 我以前在国内 最差的一门学科 就是语文 对 这个语文是 我所有学科中最差 最脱腿的一个 也是我最讨厌的一个 但是呢 我现在 人在国内 然后我妈妈也说 我既然人在国内 对吧 然后就需要入乡随俗 尤其是我现在是 要创业做工资 我怎么和人打交道 一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我在荷兰 我就要用荷兰人的方式 来做生意啊 生活啊 我在墨西哥 或者南美国家 就切换到 西班牙语系的 那种思维中 当然我的那个 西班牙语学习 进度也耽搁了 但是 至少还是有点点基础的 我以后还会实习的 思维方式不别扭 对方也能够感受出来 对方也不别扭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会沟通 也会很顺畅 生意人嘛 生意人就更要入乡随俗 对吧 但是画了很难占入脚的 你怎么赚钱呢 一说钱的方式 感觉 好好玩 就是这样挺好的 就是因为我本身 也就喜欢学习外国语言 然后已经 已经学习了日文和西班牙语 都有一点点的技术 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就需要 学习很多东西 然后我最近是特别喜欢看 历史 哲学 这些东西是在我以前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但我现在 哲学书买了 叫亚历斯多的一套 Plato的一套书 全都买了 古典哲学 不能叫古典哲学 没有这个词 就是古希腊的哲学 到近代现代的一些哲学 然后还有 就是一直在看 包括国内的老子说 《道德经文》在看 我这些说我以前 头来没有看过的 头来没有看过的 现在 就是 就是有时候看一天 我都忘记了我其他事情了 是真的 迷在里面 就看了东西很多 但我觉得很快乐很爽 我就不断的喜欢 流浪者 我是一个流浪儿 这个心态 那么我就要懂很多东西 然后 这也是我很快乐的 这就是我呀 我的个性 我就是不能够忍受 我只会一个技能 或者是说 我忍受 我家里没有什么书 然后看一本书 就够了 我忍受不了这种工作 比方说 比方说一份工作 告诉我说 我已经入我非常熟悉的一种技能 就每天反复 每天反复这么做 然后也给我不错的工资 让我干一辈子 我也疯掉的 我更加喜欢就是 有风险的一种创业的 这个现代的我吧 好 最后提到2024年 是一个非常非常观念一年 也是我开始做作为内容的时候 也是在2024年开头 对吧 那个时候我正好还在喊 2024年 是一个非常非常观念一年 这个观念是指的是 很多方面 但有一个 我要和大家讲 就是我目前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海南 成为自贸党这件事情 怎么说这个 国家政策非常强硬 但是好像实际又不是特别好 它要达到成为第二个香港 也好 可能在未来会有那么一天 我对就是中国的发展 未来前景 我觉得是有很大 很大的 就是期待 但是又要等很多年 估计要等到我的下一代 我就是我哥的小孩 要等到我的子女那一代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可以做铺路的工作 对吧 不一定就是轮到我这代 所以我可以铺路 我也愿意做那些工作 我的二表哥 就是我这个大表哥 还有我二表哥 我舅舅的孩子 他没有创业 但是他是一个某个城市的银行 某个城市的某个银行的行长 我只能讲到这也不能讲太细 他也是非常优秀的 然后他就是和 是他和我提的 就在这视频中 我这很多年很多年 从来没有视频过 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去过 就是我妈妈 他们那边的城市了 所以他突然和我视频 也是因为在海南 还有我舅舅 我们在一块 然后他专门给我视频 然后又提到过 这给我提了一下 说海南成为自贸导 这些事情 他又说你上网查一下资料 你自己看了 自己分析分析 但他的建议就是什么 你可以 他说把你的公司的另外一个分析 切到海南就行了 你不需要在海南 一定要住在公司 或一定要在海南买发 一定要在海南 怎么怎么住在海南 不需要你暂时就说 在他从封岛之前 2020年是封岛的最后一年 明年就是封岛 这是国家的一个政策 这是明确的 封岛是明确的 但是成为第二个香港 不知道什么时候 然后他要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 像香港一样 他单独的护照 可以出去方面 这是以后可能国家 真的我觉得会 是非常有可能 就是会实验那一天 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 然后就像我说这样 可能我做个破路人 我就哪怕是给下一代 就是我的子女 或者是我的侄子 然后给他们 或者是我其他认识的朋友 整个就是做一个破路的工作 也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上海这边发展浦东的时候 那个时候自己 包括我家里人 谁也没有想到 浦东的房子会长成这样 浦东能够短短的 一二十年会发展成 现在这个样子 谁也不知道 在不太清楚的时候呢 可以站着格暗关火 但是现在的案例二十年 确实说最后一年了 它就要避党了 所以要做点东西 但是不会把所有的身家都放上去 就是做一点东西 而对于我 够实际的 就是我表哥跟我建议的 就是说你可以 就放个业务 放到千段海南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一个分公司 你这个分公司就行 就可以了 有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不要考虑特别多 这也是我和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现在人是在国内 也是对于 中国的发展 有信心的一个人的话 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海南 然后成为自贸导 这件事情 就是想一下 但千万不要 网上有很多人说 要把户口签过了 要在这边买房子 要这又那的 我的户口是上海户口 我是在我出国之前 我就上海户口 因为我在上海读的时候 我在上海那个三亚月上班 所以最后加加加费 直接就加到了 然后直接又上海户口 至少上海户口 因为方便 我在上海买房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会在单独一个视频 讲到我在 就是上海买房的一些 还没有 就是一个 就家里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暂时不会什么 把户口签到海南之类的 然后 但是会把我的生意 然后 我的创业项目 拉到那边去 就是和那有点关系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吧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